桃园市龙潭石门山是民众登山见走的好地方 假日吸引了许多游客上山 为了提供更好的环境 观光旅游局封闭石门山入口 进行景观步道施工 预计8月完工 届时将提供更友善的休息空间 让民众登山更加安全 桃园龙潭石门山步道 每逢假日吸引大批民众登山见走 由于步道土石遭冲刷严重 桃园市观光旅游局在过年前封闭步道入口处 进行景观工程的改造 施工路段全长430公尺 拆除原有摊范围界 保留既有的自然林木景观 步道将铺设碎石铺面 两侧以截流工程进行水土保持 营造人群活动与自然生态共生的环境 石门这个地方 它的一些环境 各方面的观光休闲条件都很不错 那希望石门山 它也能够跟上 这个运动休闲的一个质感 石门山又名小竹坑 因为邻近石门水库而得名 是台湾的小百岳之一 有三条难以不一的路线可攀爬 目前因施工将封闭到八月 未来将营造更友善的自然游戏 及青山的环境 深化生态保育的内涵 很好啊 现在大家都喜欢来这边爬山啊 你们过去来登山它的环境怎么样 就很原始啊 很好啊 再增加一些印象的话会更带动观光啊 那应该会吧 石门山因为人潮众多 衍生摊贩及环境脏乱等问题 配合步道的施工 两侧摊贩已被劝离 景观工程将从入口处阶梯向上延伸 让空间更为整体性 借此提升石门山步道的观光地位 四百二十亿